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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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杰倫 情人節要到啦 先祝有情人終成眷屬囉 然後沒有情人的呢沒關係 就跟我一起過情人節吧 開玩笑的啊 就是如果是單身的話呢 也希望你就是趕快找到你的伴侶啊 那如果是有情人的話呢 就好好的在情人節這一天甜甜蜜蜜的約會一下吧 有情人 我其實 通常男生不是都會說什麼送花 送戒指 送項鍊 什麼有的沒的 亮的東西 可是這個是我的禁忌 不要送我這些東西 就是我不喜歡 Bling Bling的東西 對你可能就是 小小的心意送一張卡片也好 這樣我就很開心了 我是一個非常容易被打發的女生 對 所以你要送一個小東西 或者是那種小調是我覺得 可以帶在身邊的東西 是讓我最喜歡的東西 因為你看到情人送你的東西 在身邊 你就會無時無刻的傷起他 這是最好的東西 對像包包皮包什麼的那個 我還比較喜歡 就比較實用 對啊 那現在有男朋友嗎 單身囉 是類 單身 對啊 其實我這種身高 也不好交男朋友 對啊 而且我又 其實我不嫌棄自己比我愛的男生 因為我交過的男生 沒有一個比我高的喔 對 哪一種類型 陽光型 對 會比較陽光 而且皮膚最好不要比我白太多 是運動的嗎 對是運動陽光型的那種 我就很喜歡 肌肉男嗎 不要到太肌肉 但是身材不要太差 就是完全沒線條那種 對就不要 然後也不要太瘦 因為這樣 我太大隻 對 這樣會變成我太大隻 對啊 我喜歡就是稍微有點線條 壯壯的男生 在他旁邊可以看出來就是 我跟他就是很登 就是不要看 不要看出來就是我很大隻 這樣我會不高興 改車這一塊其實我不會強求 男生一定要懂 可是我覺得 男生多少就是還是要懂一點點 對啊 因為畢竟男生 什麼開車什麼的 都是男生在開比較多啊 所以我覺得男生 不能完全不知道這一塊 你要稍微略懂 然後 當我男朋友其實 不會騎車沒關係 不會開車沒關係 因為我會開車我也會騎車 對 所以沒關係 對啊 我可以就是 我不會care男生一定要會開車 一定要是載我 或是什麼的 到還好啦 就是妳自己兩個人相處開心就好 模式是合得來就好 蠻多的耶 其實真的蠻多的 因為通常我跟韓信朋友來聊天的時候 我會 我會 他們會問我說平常信律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玩車啊跑山什麼的 然後就開始講出一些 專業術語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 嗯嗯嗯嗯嗯 打退 就開始慢慢的退退退退 然後就 喔喔喔喔 然後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就不見了 可能是因為太傻 或太猛 太不像女人 所以他們就消失了 但其實我對男朋友很女人啊 就是我可以擺一擺順 就是妳要什麼 我都會幫男朋友好好 就把他打理好 妳可能今天有什麼事情 或者是妳需要用到什麼東西的時候 妳跟我講一聲 我可以馬上去幫妳準備好 我是一個非常貼心的女優 會來追影的人 我覺得代表他 就是一定會想 一定已經想過很多後續 可能會被拒絕 或者是可能被答應什麼的 自己要做好那心理準備 而不是一昧的我喜歡他 好我現在就跟他告白 對 我覺得自己那個心理見識 還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不然 現在不是很多那種新聞 為了情傷而自殺什麼的 對 我覺得那個真的沒有必要 我真的覺得 妳要跟一個人告白 妳就自己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妳可能會被拒絕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杰倫 撲克牌買了沒啊 撲克牌呢 通常就是妳只要 就是可以跟朋友增進感情 所以妳可以到17Live PAYEASY 還有全家去購買我們的撲克牌 還有在賣喔 而且裡面都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想要到我滑雪嗎 那就趕快去看撲克牌喔 趕快去買 快點去買 快點快點快點 HOW DO YOU DO BABY HOW DO YOU DO BABY HOW DO YOU DO BABY